南投縣體育會日前舉行第七屆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 由擔任南投縣體育會副理事長的議員蔡宜柱主持會議 議員蔡宜柱說藉由這次的代表大會 來跟南投縣內體育人員交換意見 她希望在未來掌心的一年 所有的運動選手都能用心的為南投縣體育發展而努力 我想在未來的新的一年 也希望我們所有的運動教練還有選手們 能夠盡心的為我們南投縣的體育發展 能夠更用心的來努力本身的這個成績 也希望我們明年所有的各單項的委員會 在全國的賽事都有亮麗的成績 這個運動愛台灣這個活動 可以這麼順利來這邊1400多萬的工程 我們已經很順利跟進行完畢 和國社區的這個運法組也好 讓選手有退休補助機制或訓練的經費 選手們才可以無後顧之憂 這幾年來我們的成績可以說是非常悔然 尤其在各單項 成績的超越六都 希望未來南投縣體育會能夠再創家機 希望未來南投縣體育會能更蓬勃發展 應要的縣府教育處體育保健科科長 蔡正發也表示 這幾年南投縣的體育大小賽事 都有相當優異的表現 因此要相當感謝所有的鄉鎮體育會 一起推動運動愛台灣 而議長何勝峰表示 希望藉由各界的努力 可以讓南投縣內的體育發展更蓬勃發展 明日新聞黃俊淮主持採訪報導